8月27日,亚运会男篮将进入淘汰赛。 中国男篮两战全胜以地组第一的身份进棋淘汰赛。 次轮对手为一米队,随着赛程进行,菠菜公司也开始调整个队的夺冠赔率。 目前南兰独挂赔率从2.40降低至2.25,不过仍高于伊朗的2.05位居第二,另外两只独挂热门韩国和菲律宾为发生变动。 赔率分别为4.50和5,从赔率变动去试看,菠菜公司的调整对南兰是个利好消息。 从赛程看,南兰的确有被看好的理由,淘汰赛对镇一米基本悬念不大,首轮战胜菲律宾帮自己撤到了上上前,而菲律宾则和韩国在次轮相遇。 无论谁被淘汰对南兰来说都是个好消息,球队晋级半决赛基本比较稳妥。 从阵容看,南兰相比较其他各队来说比较均衡,内外线都有一定实力。 但在次轮对镇本不应有悬念的哈萨克斯坦时南却一度表现挣扎,周期王哲林两大内线支柱一度陷入发规困扰,南兰经验仍显至嫩,犯规过多以及发兰等基本问题仍在困扰直至这年轻的球队,淘汰赛对镇一米时南兰必须重视起来,认真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,争取在杀入决赛并最终夺冠,网易彩票挨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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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